音乐 文件传输和远程登录等 越来越多的应用还在不断地发展 英特网融合了最新的通信技术 结构复杂 功能强大 管理难度大 也容易出现问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信息传输实力和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吧 第三课 信息传输实力与信息安全 本课将复习回顾三个方面的内容 1. 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2. 英特网应用 3. 信息安全 本课我们将围绕以下问题来展开 英特网的接入方式有哪些 电子邮件 万维网 这两种英特网的应用是如何实现的 信息安全的含义和基本目标分别是什么 影响信息安全的因素和信息安全的措施 分别有哪些 复习回顾1. 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同学们 你们知道自己平时上网使用的是哪种接入方式吗 我先来说 我家的联网设备上接的是一根光线 所以我认为我家应该是光线接入 但是我的手机也可以通过家里的网络无线上网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 我家到底是无线接入还是光线接入 小雅 常见的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有ADSL接入 有线通接入 光线接入和无线接入四种 ADSL接入使用现有电话线路 专线接入 独享带宽 上下行速率不同 所需硬件是ADSL调制解调器 分离器 安装网卡的计算机 有线通接入采用有线电视线缆 带宽式共享的 传输速率比ADSL接入方式快 所需硬件是CableModem和安装网卡的计算机 光线接入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 光线网络的传输距离远 传输速率通常也很高 所需硬件是光线调制解调器 和安装网卡的计算机 光线线路可以直接入户 然后通过光线调制解调器 与用户终端通信 或者是光线先接入大楼 然后再通过一定的网络设备 分别转接到每家每户 使用的传输戒指也可以转换成双脚线或同轴电缆 对于家庭来说 可以接上一个无线路由器来实现无线上网 ADSL接入和有线通接入 也可以接上一个无线路由器 从而实现在家里无线上网 原来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我家确实有一个装有天线的无线路由器 我家是光线到户 然后再通过无线路由器 实现手机的无线上网 小达 你刚才说 光线线路可以直接入户 然后通过光线调制解调器 与用户终端通信 为什么要通过光线调制解调器呢 小雅 那我问你 光线中传输的是电信号还是光信号 既然叫做光线 一定是传输光信号的 那么计算机中的信号 是电信号还是光信号 应该是电信号 哦 我明白了 光线调制解调器就是用来 将光信号变成电信号的 这样说不太准确 第一 并不是将光信号变成电信号 更确切的词语是解调 第二 调制解调器既可以解调 也可以调制 在发送端 是进行调制 在接收端是进行解调 关于信号的调制和解调 我觉得就好比是人们的乘车和下车 计算机网络好比是 我们现实世界的高速公路网络 人们必须坐上汽车才能进入高速公路网 类似的 信息的远距离传输之前 先要经过调制 同学们讨论的很好 在数据通信中 不同的传输介质有不同的信号要求 所谓调制就是把数字信号转换成 适合传输介质传送的特定模拟信号 而解调是调制的逆过程 也就是把传输介质中传来的模拟信号 转换为数字信号 调制解调器就是具有这种功能的一种硬件设备 常见的英特网接入方式第四种 就是无线接入 通过无线传输介质来实现信息的传输 无线接入非常灵活 不受地域约束 环境变化 通信不便利等条件的限制 老师 关于接入方式 我也有一个疑问 我的手机在家里可以无线上网 在学校里可以无线上网 当我在野外交游时 手机也可以无线上网 我在家里能够无线上网 是因为我家有一个无线路由器 在野外 我的手机采用的是蜂窝移动通信接入 那么在学校采用的是哪种接入方式呢 小达能将学习到的知识 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思考问题 这很好 手机接入英特网的方式通常有两种 WiFi接入和蜂窝移动通信接入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屏幕上方的图标来判断 在学校既可以先接入学校的局域网 再通过校园网上网 采用WiFi接入方式 也可以如同在野外一样采用蜂窝移动通信接入 简单的讲 WiFi是一种允许电子设备连接到一个无线局域网的技术 它可以实现将有线网络信号转换成无线网络信号 WiFi是当今使用最广的一种无线网络传输技术 蜂窝移动通信是采用蜂窝无线组网方式 在终端和网络设备之间通过无线通道彼此连接起来 从而实现终端的移动通信 说起蜂窝移动通信技术 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经历了好几代的发展和改良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五级 在高速移动状态下 峰值速率预计可达1Gbps 这里的Gbps是传输数据的速率计量单位 传输数据的速率计量单位通常是以每秒钟能够传送的二进之位的个数来表示的 简写为bps 其中的b代表bit p代表每 s代表秒 为了方便书写 通常用k m 即t 表示千 兆 即和态 我们来做一道练习题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五级 在高速移动状态下 峰值速率预计可达1Gbps 若利用五级技术 从网上下载一个大小为102.4兆笔的共享软件压缩包 理想状态下的下载时间为几秒 请同学们拿出纸和笔来计算一下 小雅 请你来演示一下 你是如何计算的 下载需要的时间 是文件的大小除以传输数据的速率 也就是1024兆字节 除以1Gbps 现在分子和分母的单位是不统一的 先要统一单位再计算 分子乘以8 分母乘以1024后单位就统一了 最后的计算结果 为0.8秒 小雅说得对 复习回顾2 英特网运用 老师各位同学 我最近遇到一个与电子邮件有关的问题 自从申请了电子邮箱后 我一直是通过web方式 直接登录网页来收发电子邮件 或管理自己的电子邮箱的 最近为了便于管理 我安装了一款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 可是有一个页面我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小月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学习过的关于电子邮件的知识 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你还记得电子邮件 是通过哪两个应用协议来实现的吗 它们的功能又分别是什么 电子邮件是通过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和电子邮局协议第三版POP3 这两个应用协议来实现的 SMTP的功能是把电子邮件 先送至发送人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中 然后该服务器 再向邮件发送至接收人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中 POP3的功能是帮助接收人利用邮件管理软件 将邮件从它的电子邮件服务器 接收到它的计算机中 你说的对 所以接收邮件服务器 这里可以填上你申请的邮箱的POP3服务器地址 而发送邮件服务器 这里可以填上你申请的邮箱的SMTP服务器地址 可是 我怎样才能知道这两个地址呢 那小月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 XIALYU一下滑线 EDU at SINA.COM 根据电子邮件地址中的域名 可以知道你的电子邮件服务器 是新浪邮件服务器 可以上网查询到 这两个地址分别是 pop.sina.com.cn和smtp.sina.com.cn 相应的 我的邮件接收服务器选择 POP3服务器 你们都说得很好 老师再补充说明一下 接收邮件除了采用POP3协议外 也可以采用IMAP协议 IMAP协议是用于访问服务器上 所存储邮件的英特网协议 使用户可以有选择的下载部分邮件 接下来请同学们想一想 假如小雅给小达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那么图中发送邮件 传送邮件和取回邮件的123处 哪一处可以使用POP3协议来实现 老师 我认为图中一处是小雅发送邮件的过程 应该使用SMTP协议 而三处是小达接收邮件的过程 应该使用POP3协议 二处既需要使用SMTP协议 也需要使用POP3协议 小月 一处和三处 我同意你的说法 但是二处 我认为只需要使用SMTP协议 不需要也不能使用POP3协议 因为POP3协议的功能 只是帮助接收人利用邮件管理软件 将邮件从他的电子邮件服务器 接收到他的计算机中 小达说得对 图中只有三这一处 可以使用POP3协议来实现 英特网的应用除了电子邮件 还有远程登录 文件传输 万维网等等 老师 万维网是什么样的网 万维网 英特网 广域网 这三种网相互之间有关系吗 小雅提的问题很好 小月 你能来说说看吗 万维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物理网络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电子邮件一样 万维网 是英特网上的一种信息服务的方式 一种具体的应用 我们在学习网络的分类时学到过 计算机网络依据规模和覆盖范围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局域网和广域网 世界上最大的广域网就是英特网 英特网又称国际互联网 英文名为internet 是当今最大的国际性计算机互联网络 从网络技术角度看 英特网是一个用TCPIP协议把各个国家各个部门 各个机构的内部网络 连接起来的超级数据通信网 它可以称为网络的网络 英特网是由全世界的各个网络 逐渐集结在一起形成的 它的出现让整个世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 大家都说得很好 万维网全称World Wide Web 简称3W或Web 万维网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信息网 它的信息资源可以供用户进行访问 HTTP协议就是在Web服务器和浏览器之间 传输网页的通信协议 小雅,请你来具体说说超文本传输协议的功能 超文本传输协议的英文简称是HTTP 例如,当我们在IE浏览器中 书人含有百度网站的域名 或相应的IP地址的URL来访问百度网站时 IE浏览器通过HTTP协议与百度网站的万维网服务器建立连接 并将地址栏中的内容作为访问请求传送给万维网服务器 万维网服务器接收到该请求后 便将我们所需的百度网站主页的超文本文件的代码 传送到我们的计算机中 然后断开与计算机的连接 百度网站主页的超文本文件的代码经浏览器解释后 以网页的形式展现 我们就可以访问百度网站了 小雅说得对 浏览器是最经常使用到的web客户端程序 它可以从web服务器通过HTTP协议获取网页 并显示其内容 万维网服务器中的各种资源 是以网页的形式整合的 而网页是用超文本标记语言编写的 超文本标记语言简称HTML 它用非常简单的标记定义了许多用于格式排版的命令 大家看 我在文字处理软件中使用HTML语言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网页 我在保存它是为它取扩展名为HTML 然后再用浏览器去打开它 网页的标题是有写在成队出现的标记 Title中间的文字决定的 FontColor等于Red定义文字的显示颜色为红色 A标记表示一个超链接 感谢小月的分享 假如我们把万维网比作是英特网上的一个大型虚拟图书馆 那么网站就像是图书馆中的一本本书 网页则是书中的某一页 HTTP就是一个将书的每一页的内容 运载到读者眼前的一种传输机制 每一个web页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地址URL URL是统一资源定位器的简称 它的常见形式为 协议名冒号双反斜杠 域名杠路径杠文件说明 例如这样一个URL 复习回顾三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 企业经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没有信息安全 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安全 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信息安全这个话题 信息安全是为了保护信息的正常使用 存储和传输 也包括使用、存储和传输这些信息的系统 以防止对信息无益或有益的损害、破坏、窃取、泄露 未授权的修改以及误用 简单的说 信息安全主要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和可控性 信息的完整性是指信息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保持不被修改、不被破坏和不丢失 例如,我们身份证的最后一位就是教验位 用于检测前面的17位数字是否正确 从而发现数据的完整性是否遭到破坏 信息的保密性是指信息不泄露给非授权的个人或实体并供其利用 例如,我们在社交朋友圈贴自己的照片、购票信息的时候 常常涂抹重要的个人信息就是在确保自己隐私的保密性 信息的可用性是指信息可被合法用户访问并按要求使用 信息的可控性是指对信息的内容及传播具有控制能力 任何信息在一定范围内都应该是可控的 三、影响信息安全的因素 第一、威胁和攻击 威胁和攻击的发生可能是自然因素 也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比如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 第二、知识产权的损害 例如,非法使用或复制软件产品或其他信息资源 除此之外,影响信息安全的因素 还有误操作或其他因素 四、信息安全措施有 第一、制定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 开展道德教育 规范人们安全使用信息和相关设备的行为 第二、制定信息安全规划与制度 第三、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 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 例如系统升级、设置防火墙、数据备份、信息加密等 以防止信息的泄露和破坏 今天这堂课我们一起复习了 英特网的四种接入方式 电子邮件、万维网 这两种英特网的应用 以及信息安全方面的知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信息使用的便捷 但同时也存在着更多的信息安全 以及其他方面的隐患 作为当代青年 保护国家信息安全 掌握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 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 第七单元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了 同学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